可能在这次弹幕里面 大家可能看不到太多的细节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的来给大家展示的 更多角色细节中 可以发现会有很大的进步 明白 明白 今天杨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 是一场精彩的BOSS战 当然精彩由大家来判断 所以说接下来问问题的时候 杨斌老师会专注于 和这个BOSS的战斗 我问的问题 也许他回复会慢一点 大家请谅解 好 那我们开始了 因为我们这个游戏 还是主打快节奏的一个角色 所以可能 可能比较难一心二用 我们看到打斗的场面 非常的炫酷 哇 这个大招可以说是华丽 这个杨斌老师 然后如果我们 我感觉到这个关卡的光照 最近提升比较大 您能就是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 很多观察里面改进这个光照的 我们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游戏 这类型它不太属于一个特别偏 那种很暗黑气的一个 我们还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游戏 打造成一个偏 这个很明亮 然后有很多美丽的 一些景色的一个风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在塑造这个 FOLD站场景 包括我们一些其他 比如说去年插业照片场景 它其实场景都是比较明亮 让玩家能明显的看到这个画面的空间体积啊 还有这个雾气 然后当然最近我们其实在其中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画面的一些精度给它体验出来 比如说地面的细节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在玩家能关注到的地方 不好意思 我这个可能边打边说 可能说的细细大家也取得了 当然是我们在对大家可以看到 地面的这些周围的蜡烛细节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来一直追赶着时代的脚步 让它不管是因为我们立项比较早 虽然那个时候立项的时候 还是PS4时代 然后现在到了PS5 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发售的时候 也是在保持到一个同时代的一个画质的水平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美术开发的一些同事 它其实都是还很辛苦 很努力地给玩家来塑造这些细节 还有这些美感 明白明白 那么我们在这个很多关卡里面 最近我看到谭贵的这个制作 在调整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建模 贴图我们往这个最高的 很高的一个质量在走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会尽力在最后这段时间去打磨 然后呢 不过我们当然在开发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杨老师最近我们在这个本地化上面 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压力 要不您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困难 我觉得就看您心里的想法吧 对 对 我们现在其实最近接触比较多的 确实是偏本地化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也是准备在国际上 然后全球同发嘛 哎呦 不好意思 我可能 可能还是得打完这个 我再跟着大家讲 对 所以其中其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还是一个偏 对接全球啊 包括英文 还有其他语言 我们在尝试把这些 我们自己的这个剧情或者故事 让其他所有的玩家 都能在他本地角度 也能接受到这个状态 想要达到这个水平 其实还是花了很多工作 包括也是引入了一些海外的供应商 然后合作伙伴 然后让他们帮我们打磨一些内容 明白明白 很多呢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说 很难体会到这个游戏的 这个开发进度 不过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的同事呢 就是我们和杨斌啊 一起 我们其实是进行了很多 各个方方面面的打磨 包括美术啊 战斗啊 包括这个过场啊 都在持续地更新 因为呢 我们想做到这个 希望能够达到用户的期待吧 就是 大怕就是各位的期待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 因为杨斌老师 现在很专注地 在这个战斗上啊 我就这个说两句 然后 哇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绚丽 好养眼啊 是的 是的 哎 对了 杨斌老师这个特效 我们感觉是不是可以 我们再持续打磨一下 感觉可以做得更加的的这个 怎么说的 对 我们想 有刺激感 对 我们在剩余的这个时间 其实 包括也有很多玩家 反映我们游戏这个特效过多 然后包括有一些 光污染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剩下的时间也是 能感受到我们 能感受到我们想表达这些风格 明白 对 同时也不会让玩家太混乱地发现 我们其实 比如说之前有玩家来表示 就是有试玩过之后 那么这个环节呢 我就是和杨斌边玩边聊了 还跟去年的这个直播有点像 因为我这边因为是深度参与这个项目的 所以就是很多的细节我也都知道 不过我在提问的时候 更多是一个普通玩家的身份 来问杨斌老师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很多问题我是知道的 那么杨斌老师 我们最近在这个游戏里面 做了很多的这个升级和打磨 要不您再边玩边给玩家介绍一下 这个最近我们做的一些游戏的升级工作 好的 我们其实最近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这个其实是为玩家未来的 做教学的一个关卡 其实可能去年 参加过去年 CineJoy的一些玩家朋友 他们如果玩过我们的试玩 应该见过我们 游戏里面 当时有一个教程教学管家 那个时候 大家如果和现在的 我们做过升级之后的 这些关卡比起来之后 应该可以发现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 整个在地面的材质的升级 然后整个环境 其实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提升 明白明白 那在这个 咱们主角的这个建模啊贴图上 最近我看到也做了不少的改进 您能就这个来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吗 这个老K 这我们主角名字叫卡子 对我们就是内部都叫他老K 然后现在我们其实还是专注于 因为现在最近大作也上比较多嘛 像《追逐幻想7》的《冲生》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 都是画面比较好 然后角色的建模很精细的 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在持续的 角色的这个小伙伴们 在持续的对角色的这些 头发 布料啊 皮肤啊 这个做一些的调试 对 当然 他就在那儿 把他和那些怪物一起猛死 要走 快点跑 让开 如果旁边飘来飘去的是这家伙 这也都会轻松的多啊 那要看这家伙是不是愿意 你问问看 现在的他听不懂 但我问完了 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们不是用嘴角的 认真打 不错 别说了 不错 你问我 你问我 有没有 你问我 有没有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糟糕 时间快到了 我身体有些不对劲 生不了多久 我身体有多久 你的时间也不多 一二五三 暂山去了 你继续回答我 我也记不起很多 但是我和你不同 什么 我的思想不是线 而是实体 实体 就像这个雕像 所以你才能变成任何东西 快走吧 我感觉到那个东西就在附近 等等 杀掉这些关锋 空炉 实体 我们就快到了 这东西力气不小啊 你到哪儿都这么胡说欢迎吗 水 深入口 水 水 海 好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